HELLO 大家好,我是ROMA SHOW 今天我們來介紹的是美軍的支援戰略 那麼原本我的三人清華並不是做這個 而是翻一首德國的聖誕歌 但是後來報告一點多所以就沒有時間 那麼我們就改做這個吧 那麼今天支援戰略呢 首先我們指揮特點點的是緊急補給跟步兵支援 至於這兩個使用時機呢 緊急補給在於說你無法確定你的步兵支援是否能放出來的時候 你就用緊急補給 那如果你確定你能放出來的時候你就用步兵支援 那麼我們呢 底下的指揮效果 第一個是點每二十秒獲得額外生產力1 因為呢 我們不全然是靠步兵嘛 所以點個生產力1 會讓你在戰隊上能有更多的應用 然後呢 施定步的隱蔽感知能力跟攻擊力加持 會比起部署戰車時部署兩名步槍手還要好一點 因為呢 當對方推進來的時候呢 你的防禦能力夠強的話 其實事實上 你的支援戰略在緊急補給上面 可能不是那麼快可以放出來大量的兵 但是呢也可以在這段時間內 用一隻坦克來主打 然後同時讓地寶進行輸出 然後呢 我們 並不會用到建築物 所以呢 我們的是 子彈兵空槍部隊 尤其隊的分隊火力速度減少1秒 然後最後呢 最後一個我們都用不到 所以就fuck it管他的 沒有了 OK 那麼呢 首先我們來介紹一下 反對方高價值步兵目標的G手 摧毀對方步兵群聚的霸火力支援班 讓對方的軍團無法前進的阿爾上將 不管是偷塔或是硬推 都很有用的溫特斯少小 清掉對方大面積範圍 步兵的迫擊炮插插班 簡單便宜的小飛坦克 能夠反擊對方生在死後奮力補的喬治八隊 以及我們反坦克中的豪傑 57秘密反坦克炮 那麼呢 這些呢 我會跟大家稍微講一下替代品吧 那麼呢 首先先從溫特斯少小開始 溫特斯少小的替代品 應該非常簡單 就是這個 空降部隊 不夠少 溫特斯的話 你的空降部隊的效果 可能不是那麼好 至於阿爾上將替代品 可能比較難找一點 因為阿爾上將 他那個阻擋的能力 其實事實上 根本就是第一 我找不到比他更好的 如果你真的沒有的話呢 可能要換突擊隊 右擊隊 突擊隊是德國的 那麼坦克 喬治八隊呢 你可以換成是 Sherman 為什麼不換霞飛 原因是因為霞飛太貴了 你沒辦法在戰隊上 做靈活運用 那麼Sherman 會是一個剛剛好的選擇 然後最後呢 應該是大家比較疑惑的是 反坦克炮 明明就有紫色的埃文斯 麥克埃文斯 我們為什麼還要用反坦克炮 他跑那麼慢 就正是因為他跑慢 所以我們才選他 因為我們的 埃文斯他跑得很快 所以他很容易衝上去前面就送死 可是 你也知道 如果反坦克炮在後面 他是一個穩定的對車輛 對 堡壘 還有 對坦克的輸出 重點是他可以在 對於對方堡壘之外的距離內 狙擊對方的堡壘 這是一點 另外一點就是說呢 你前面會有坦克跟一些步兵幫你打 如果你在後面做穩定的輸出 支援你的隊友 會比起說 你埃文斯衝上去還要好很多 可是如果你的埃文斯高出你的坦克炮很多等 你看我兩個都是10等 所以沒有差別 如果你的坦克炮是比你的埃文斯還要低的話 那麼 你還是可以用埃文斯 這樣子還是會比較好 不會比起說 你用較低等的反坦克炮 會贏過較高等的埃文斯 然後這種選擇呢 會在差不多的時候 大概差不到一擊 或是說完全一模一樣 甚至你的反彈克炮高過的時候才會用他 那麼接下來就是實戰的部分 呃 實戰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先放慢動作部隊 然後放個對角這樣子 那麼我偏向放狙擊手 原因是因為狙擊手 他可以引起 那如果對方有出什麼兵的話 就是大量步兵就是破擊炮 如果是坦克的話就出這個 放坦克炮 OK 待會我們的狙擊手會發揮他的作用 那這時候呢 你可以用喬斯巴頓前面準備擋 你看 再來放坦克炮會發揮他很大的作用 然後你的步兵支援呢 如果你放前 你不確定對方這裡有沒有坦克 或是隱匿的部隊的話 建議你是不要 把步兵支援放那麼前面 要不然你很容易就會把步兵支援放掉了 那這時候呢 你就可以準備溫特斯準備出去了 像是閃電一樣的攻擊 我們還堵住了對方的門口 所以基本上這一局已經穩穩拿下了 非常快速的解決 像你們知道反坦克炮厲害了 反坦克的解決 我還來不及 進行長時間的抗戰的說明 就結束了 呃 好的 那我還是稍微講一下好了 如果說對方呢 對你展開了強力的攻擊的話 那麼你的喬斯巴頓 或是霞飛放出來之後呢 從後面分別放出 假設說呢 對方是大量步兵 破擊炮 假設說對方是坦克 反坦克炮 就這麼簡單 很簡單的 那解決說呢 現在是延長賽的話 當然就是直接放完特斯嘲笑 那麼呢 剛剛你也看到了我的 二上將 他剛剛是直接堵住對方的出口 所以對方一放兵出來 他就會被暈在那邊 然後呢 其他的兵就會上去收掉他 或是說 他可能就沒有召喚出來 你所有的兵都會直接攻擊主堡 然後你就直接收掉他 甚至到戰略呢 其實 你要打長期抗戰 沒有問題 閃電攻擊 絕對可以 所以呢 嗯 這套戰略的靈活運用呢 是你最主要的課題 而我提供這個卡組呢 只是給你一個方向而已 所以呢 能不能把這個卡組玩得很可怕呢 就要看你自身的造化了 你喜歡突擊 但是呢 你沒有注意到說 你突擊 直接放一波之後 你的風險 是不行的 你要先看對方 是不是把他的典用完了 有沒有什麼地雷 地雷 地雷的那種 地雷車嘛 像是 對方的灰狗 喔 不 灰狗是什麼呢 對方的 SDK啊 之類的 他會不會直接放一個地雷 然後你的步兵支援出去 就直接掰掰了 那如果說呢 像剛剛那樣子有沒有 前面都已經放好兵了 然後對方也沒有衝過來 也沒有辦法 我們還有引力探值嘛對不對 所以呢 對方也沒有辦法 直接衝過來把你的步兵支援解決掉 那你步兵支援就可以安心的從前面 比較前面那個地方放出來 然後馬上力前提供支援 但是當對方衝到你的領地的時候呢 你絕對不要輕易的 就把這個放出去 可能對方一個 遊擊隊啊 或是什麼 反彈克炮 你就整台白了 這兩個到沒出來就結束了 掰掰浪費兩點 不如乖乖點這個 禁忌不忌 那麼呢 也希望大家呢 能夠喜歡這一次的介紹 那麼我是AdomonXshow 祝各位聖誕節快樂 也希望大家能夠把這款遊戲 玩得越來越好 那麼我們下期再見